各位观众,保龄茶室的实案风暴是持续的延烧,已经造成了两人死亡,五人重症 不过随着案件持续的扩大,保龄茶室的老板李仿轩的背景呢,也跟着被挖出 不仅去年底被蔬菜供应商控诉几千六十万 甚至连员工薪水都没有,付被害人是多达了十余人以上 还有的目前都还在官司诉讼 而更最了解李仿轩呢,是马来西亚的乔生,起初做这个旅行社起家 还找过网红事业草代言,后来遇上一级,旅行社经营不下去 传出一度是积欠了千万的债务 后来他转站餐饮在饶河开了第一间的咖啡馆 接着呢又积极的拓电,没想到现在呢又再报积欠员工的薪水 不过判决书上呢也能清楚的看到记载的项目及内容 即使他受访的时候他是强调素食是很安全的 但是全案仍在继续的调查 而在事件爆发之后呢 今天早上跟下午都有传出厂商和被欠钱的民众 去到保龄茶室的总部要来讨钱 稍早北市劳工局也有前往总部询问 一直要了解这个公司的营运状况 北市府法务部局呢在五点也约谈他去说明 如果没有到将会开罚三万元 下午四点号 阶段ête 下午四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